幸福好时光好 我们今天呢访问的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医师 他也是名列百大名医 而且他还获得过国家新创奖 以及国际十多项的专利 而且当然他也是这个电子耳的 这个医疗技术的权威 但最厉害的是他长得很帅 好了这个陈光超副院长你好 各位听众早安 好了来这个我们今天呢 其实我要说的是他的文笔很好 他写了一本书叫有温度的手术 这里面有他从医的经过发生的趋势 当然也有他也记录了一些 他从医的过程中相当沮丧的时候 但你也发现说一个人在很沮丧的时候 其实刚好就是他可能要转换跑道的时间 好那我们就来说有温度的手术的故事 你怎么样会选择这个以这个耳朵啊 或者是口腔啊当成你的专业 这个一切都是意外 我本来我想选的专业是妇产科的 然后后来因缘机会就是没有选上 然后 以你的年纪你以前妇产科热门的时候是比较早的时候 你有这么大吗 那时候妇产科已经不热门了 对啊 以前热门的时候现在大概是 现在都70岁以上 现在最热门的就是耳鼻歐科 眼科 皮肤科这些 当年那时候就已经是这几个最热门的时候 可是这不是你的志愿 对我没有想过说要在人家的分泌物下过活一辈子 其实哪一科都有 其实后来发现哪一科都有 那只是说我们从小看同学流鼻涕啊 耳朵流浓啊 那看多了就觉得 哦耳鼻歐科就是这样 好那来写 讲这个写这本书的渊源好了 其实你很幽默啦 这个渊源其实是完全是个意外 其实就是因为有一篇文章被退稿 我写了那个退稿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服气 因为那是我在分级上 这个牺牲我的睡眠跟看电影的时间写的 结果还被退稿 那我就很不服气 我就说那请我们的医院的公关帮我看 有谁愿意登 是 你是被哪里退稿 竟然是我们耳鼻歐科的会训 原来是这样 他是邀稿被退稿的 所以他 还邀稿还被退稿 所以简直无法想象 然后后来 那个UDN就帮我登上去 延契网他就帮我登了 那登了以后呢 我是写了一篇 结果延契网的主编他们就跑来找我说 说我觉得我写的还可以 那就要我继续写下去 希望跟我签约 那其实我那时候想说不可能嘛 我根本就不是个料子 他说没关系你就试着写 所以我就写了第二篇第三篇以后 保兵就看到了 就跑来找我说要出书 那我就想说 我看到很多那时候像马杰伊的院长 很多院长都 他们都有出书嘛 那我说我记得他们都是口述人家帮他整理的 包括我们那时候医院院长也是如此 那我说那我就口述啊 你们帮我写啊 他说不行不行 他说别人不会像我写成这样 他要我一定要自己写 我说这样太不公平了 他说你就试试看吧 所以我就他要我写七万字 所以我就写写写 终于凑到这么多 然后他就帮我出书 就这样 其实蛮了不起 就我所知我访问过很多医师 或者是院长 的确是别人写的 对都是别人写的 但是你的你的这个文字 基本上就是非常流畅 就很像写手的文字 你如果文字这么流畅 被耳鼻喉科专干退稿也是应该的 他可能不是要这个对不对 我那个写 我其实我都不是写的 这是我的秘密 我都我都是用讲的 那我都是先 先脑袋里面有个有个画面出来以后 我才按照我看到那画面 用嘴巴讲的 然后那个手机的那个Siri 什么再帮我写成文字 我现在也是都这样写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口语 所以你看的会比较顺 那我把那些错字 还有重复的罪字去掉 就是变成我登上去的文章 所以我虽然打字也很快 然后什么也很快 但现在大家要坐在书桌前写 实在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也都是有时候我就坐在跑步跑了一半 然后就拿手机自己在对着手机喃喃自语 干准姐的笑耶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那个语音有时候你明明写对 他就会把你改错 对不对 所以你每天都在跟他这个 跟你自己的语音的软体在对抗 就是这样 那个还蛮令人生气的 来你写一下这个好不好 对 我准备念一下这个 我准备对尸体做CPR 其实这一段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对我们一般人对甲状腺的癌的了解 不是这样 觉得他不太有侵入性 对 这一篇其实 你要跟我说我这篇 我说啊 我没写过这篇啊 真的吗 后来后来就是 我当时我的标题是 这个医师真奇怪 那他把我改成这样 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爽动一点 你念第一段 你自己念 我念第一段 对 因为大家会颠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 值班的那一天 接到五楼病房电话呼叫 要我去宣布死亡 其实我们医院就说 过来宣一下 宣一下就是宣布死亡的意思 其实是说你来宣一下 我说什么事了 那这位病人患了普通的甲状腺癌 却拒绝治疗 最后转变成分化不良型的癌 病人走得很快 但情况也很凄惨 免疫系统完全被破坏 全身皮肤都被默菌感染 宣布死亡时 看到病人的遗体 被默菌侵犯成那个样子 连身为医师的我都觉得很恐怖 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可以 就是因为我看不懂 怎么会 不是假装性还不容易死 怎么会变这样呢 对 所有事情都是阴阳两面 有最好的也有最差的 好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来听你解释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全方位听觉健康中心副院长 陈光超 我有没有把你们医院念错 没有吗 好 那么有温度的手术道 我们等一下来解释一个 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将近像鬼片一样的故事 这个 这我刚刚讲过 这个甲状性癌 所有事情都最好的一面 也有最坏一面 那甲状性癌通常都是极为良性 就好像是一个良性的东西 甚至在病理切片 看起来就像个正常细胞 那通常存活率都是10年 20年 30年 40年 医生都说观察 有的未必帮你开导 对 那为什么 要开刀呢 就是因为有少数的你这个 这种超级良性癌 一旦他转变变成恶性 就是全所有癌症里面最最最最恶性的这种 就叫做甲状性分化不良性的癌 但是不一定会转化 只是你最好的可能变成最坏的东西 所以说有最 甲状性癌是最良性的 但是同时他也是最最最恶性的 一旦整个都不会活过超过一个月 一个月 不管用什么药 就是他高性转的时候谁都救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甲状性也要把他拿掉 就是避免变成这样 那这位就是他觉得他反正不会怎样 他就没有治疗 没想到那个月就变火 那为什么会叫全身被黴菌充满 那是什么 因为他的抵抗力完全没有 他真的皮肤上长满了黴菌 那皮肤整个看起来是红红红红红的 整个皮肤像红红的 有点像这种 这种发霉的猪肉 肉上面已经没有皮肤 都会渗烫 有那种汤生水 然后上面长白白的 那一点点全部满满的都是黴菌 很恐怖的 你让我想起好像就是我们的皮鞋 久没穿 整个发霉那个样子 对不对 但那可以洗掉 但当长在人一个活人皮肤上 就没有办法擦掉 也没办法救 对 这超恐怖的 最后是怎么过去世的呢 如果你全身长满黴菌 他任何原因都会要他命 因为他皮肤已经不完整了 他同时有菌血症 所谓的败血症 那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 他那个甲壮腺会突然长得很大 压迫气管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给他做气切 那气切旁边又长满的瘤 可是你已经没办法救了 对 然后到底他是置息而死 还是败血症而死 我们其实很难讲 因为一堆很惨很惨重 听起来就是很地狱的一种感觉 非常地狱 好 你继续念吧 我很久没有当念书了 自己的文章 假状腺癌是听起来很可怕的癌 但其实绝大部分的假状腺癌 属于分化良好的癌症 其中的绿泡细胞癌 在显微镜下 甚至无法辨识是良性还是恶性 存活率是以10年20年以上计算 不像其他的癌症 只有几个月 甚至几年可以存活 假状腺癌可以说是所有癌症里面最良性的 但是物极必反 癌症里面最恶性的癌 也是发生在假状腺 叫做分化不良型的假状腺癌 从诊断到死亡 只有短短数多 钓匙往下 因为离病原因不清楚 但有些分化良好的假状腺癌 若是不治疗 有一天有可能转变 变成分化不良型的假状腺癌 所以就是最重要是你要把它能够割掉就割掉 各位请注意事实上得假状腺癌的人蛮多的 对不对 那大家都在观察中 对 我们基本上看年纪 假如说是已经生产完的 我们基本建议就是有假状腺癌就把整个假状腺拿掉 就没有这个危险 对 那假如还没生产完的 因为它有大概40%会有我们叫做隐形的转移到对侧 因为假如上线两边嘛 所以呢 假如说它流不会大于一公分 我们可以把一半流拿掉 另外一半留下来观察 因为它生小孩啊什么的 还是可能要有新人代谢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会尽量把它保留 那比较 已经没有生到小孩子 或是稍微大科一点 我们还是建议全部把它拿掉 因为假状腺癌 拿掉以后就 我们只要吃假状腺素补充就好了 那是个简单的事情 不值得为了这个而冒生命危险 对 所以该治疗还是要治疗 意思就是这样告诉你 否则最好的也会转变成最坏的状况 有可能的 那在你的这个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活之中 还有哪一些癌症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处理的这些癌症里面 印象深刻 其实不是病本身那种印象深刻 我通常都是家里的人 或者是病人本身的遭遇 会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疾病本身我认为治疗上是简单 那等于是公式嘛 这个病人就用这个什么方法治疗 几乎是有我们所谓的肝癌 有一个指引在那里 可是我们处理病人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形 那其实我觉得 要我印象最深刻 其实是一个耳朵的癌症 我没有写在这书里面 那这个耳朵癌症 他花了我70个钟头手术 那是我这辈子 自己抄刀最久的一个手术 70个钟头 你真的要不起 都没睡 没办法 70个钟头 如果要处理24小时的话 两天多 对啊 将近三天 然后就都站在那里一直开刀 当然 听说只有魏珍有这个实力 你有没有创他的记录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就是因为 当然我们有两科 有三科的医生合作啦 就是我最主要是我 然后另外还有个脑神经外科 以及整形外科 他们我们三个合力 完成这七十六小时 因为我是主导者 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休息 那最主要就是 他是个女生 那眼面神经就被我们切掉 我们要找一个神经把他接回去 那又因为他在炉底 我们要请神经外科 要把那个炉底部分也处理 所以才处理了这么久这么久 我很令人高兴 虽然花了70个钟头 病人是活下来了 虽然这么严重 可是你也曾经遇过 就是你花了很多小时 有没有 可是病人现在都会去征求 其他医生的意见 然后结果呢 刚刚我问这个陈医师 因为他的第一篇 写的就是我被告了 所以我以为他常被告 他说没有 在所有外科医师中 我算是很少被告的 能有被告的都写在这里的 但是你说你辛辛苦苦 然后为了要让病人 就是复原的状况好一点 不要有其他并发症 多开了好几个小时的刀 结果竟然有人来这个 去告发你 就说人家别的医生说 三个小时就够了啊 为什么你开那么久 你是不是勤压长之类的 对 确实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那这个当然会给我们 有某些的压力啊 那我自己觉得 假如是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 是我解释不够 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全方位听觉健康中心 副院长陈光超医师 那他也是一个 很幽默的顶尖外科医师 写的这本书 有温度的手术 好刚刚讲到说 有时候开很久 反而竟然被人家投诉 因为病人就病人很会啦 反正他觉得这个治疗比较贵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治疗开太久 他反正就是 不管有没有好 他就是有关系 他就会去拖关系 所以本来开了六个小时嘛 那病人说 其实别的医生说 他三个小时就好了 那后来你每次在动手术前 都会跟 那个 你的病患 做解释 怎么解释呢 我 我最近就是 因为 到现在还有人说我不会开到啦 我说你超过几分钟呢 你还没开完 就表示你不会开 所以我现在都跟他们讲说 他是看了Dr.X看太多是吗 我倒没看过那个 他开得很快 是有人这样 是有人是以开的速度来 代表你品质的好或坏 那我跟他们讲说 我像人工人工的这个事情 我跟他说我已经开了1100多个了 我平均起来 一定要两个半钟头 我认为我 所有的步骤都已经非常非常精简了 再少我自己都认为是偷工减料了 那你要我30分钟开完吗 我说我也可以哦 那痛到他们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你就按照你的事 你也说慢慢来 你慢慢来 现在比较不会的人要求 我说几分钟之内开完 我说我也可以啊 那你要这样炒帅 能省则省的把你开完吗 那因为很多人是也担心说麻醉的问题 麻醉时间久会怎么样 其实现在的麻醉技术很进步 麻醉真的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不管开再久 我们说好了就要醒他就醒了 麻醉现在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而且如果真的对麻醉料好过敏的话 跟久不久应该也不太有关系 对不对 一下子就会有反应嘛 好所以请不要催促外科医师 开刀要开多快 跟各位听众讲个秘密 我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在开刀的时候 护理站打电话 有说家属在问还要多久 这个 这个 不是多久的问题 是我们要救活他吗 对啊 问题是我们要做好嘛 要把它做好 家属的交集我们了解 可是你这样打进来问的时候 你其实会造成里面更大的混乱 是 你这里面有个故事非常可爱 我觉得很可爱 但你们可能很困扰 叫做彪哥的故事 这应该是个化名吧 一般人生病都很难过 他名字真的得有个彪 一般人生病很难过 但他显然是你们诊所里面 就医院里面最生龙活虎的一个病人 对 这个彪哥 我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 只要他一来跟我讲话 他满嘴都是绿色的 他还会来哦 他满嘴都绿色 为什么 都是菜渣 他也吃了槟榔也口眼 但是他的菜渣永远是 是留在他的牙齿上面 到现在还是如此 所以每次我们要看到嘴巴都还要先 把那个菜渣先清一清 那个菜渣不是小小细细一条 是一块一块就还在上面 他应该去牙科啊 是呀 为什么跑来找你呢 他就是他有不舒服的周围好来 那他主要来是说 他是听不清楚 要开诊断书 也没有什么太不舒服 对他就说他听不清楚 那实际上他是有一个耳朵 曾经有过中耳炎 在其他地方开过道 所以他有一耳比较差 是当然是那个是有胆脂 要被开过道 所以他听力一定比另外一个差 那他就是要来说 要把这比较差的跟他 跟他的右边一样好 他就因为这个因素来 那发觉说 那是开到已经造成的结局是这样的 他就要 那要开诊断书 要去拿成章证明 是 那可是他当然不合乎 成章证明的要求嘛 因为我们成章证明是要两耳都是才可以 但是他就是硬要我们开 那就会产生一流人传的故事 到最后就 也变成他要打人 是这样的 其实他的听力的损失 你说58分贝有没有 那也就是低于这个那个60分贝 对不对 免想可以啦 没有要双耳他只有一耳 结果他还是拿到了 那是没办法 因为他打人他破硫酸 我们都给他 我不能再冒这个险了 反正他是去医院破硫酸 他曾经把人家破过硫酸 光有这个案底就够了 对那我想想我算了我干嘛 就我们我们的长官说 不行啊你这样卫照文书 我说我卫照文书 我也认啊那没办法 他的流山都拿来了 我能我能不动吗 我觉得原来这个医生 也是一个充满危险性的行业 他就是习惯用威胁来达成他的目的 可是他还会来感谢你 没有啊他没有啊 他是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残障证明 五年就会换发还是 所以五年还一样要来换发 这个很头痛 他又要来拿 所以一直会碰到他 跟你的故事后面写到说 他后来还是有拿到那个残障卡嘛 对不对 他说呢他碰到警察的领检 他是有案底的 遇到警察会很麻烦 他说我只要把残障卡拿来挥一挥 警察就让我过了 原来那是他的visa 怎么会这样 但是他讲完才知道还有 还可以这样 难怪他一直要 还要带硫酸去看 那好 这算是其中一个这个 还有点有趣的例子 但是当外科医师遇到自己的爸爸 哇要开刀 你这里写说你爸爸也是医生是不是 对 你爸爸是 你说一生经常割别人的肚皮 对 他是一般外科的 一般外科 然后自己却很怕痛 当然他连怕打针都很怕 我们都笑死他了 这个蛮妙的 等一下我们来讲你爸爸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看起来不太妙 因为有两种以上癌症 对不对 那个当自己爸爸生病 这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 而且我看你爸这不是什么小病 对不对 很严重的 心肌梗塞 胆囊炎 大肠癌 他那胆囊炎是癌 癌的那个字 那个是全团那时候只有四个人得过 其他人都死掉了 这是我爸活着 所以那个是非常让人家震惊的事情 我想我爸一天 我爸是个老实人 出身贫苦 那也没做任何的 对不起任何人事 怎么会得这种癌呢 那我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啊 福报怎么会是这种样子呢 其实你本来以为是发炎的那个炎而已 对不对 我爸自己也以为他是发炎而已 所以我们也 没把他当作一回事 我们想说 开个小手术就结束了 那一时间把那胆囊摘掉就好了 结果 结果我在一边开刀 因为我也不把他当回事 所以我就那天照样拍我的手术 我就一边开刀 另外一边就在等我爸妈的 另外一间开刀房的结果 结果我自己那天开什么刀 我现在都已经想不起来 我真的对不起那个病人 因为手术怎么结束 我实在是不记得 我只记得我的心坐在另外一边 然后后来我就 因为我刚刚我有讲过 我最讨厌人家在旁边 问我好了没好了没 那我也不想让同样的 我也不想让我爸爸的主导医师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心里很着急 怎么开了这么久 我就直接就到外面去 坐在家属等候区那边等 等这个最后结果 那实际上就是 结果是不确定 因为那是我爸的关系 通常一个人看完病理圈 就确认给主任double check 就是从再看一次就决定了 那因为我爸爸他们就比较谨慎 给几个人看 结果竟然 有些人说是不好的 有些人说是良性的 无所谓的 所以那时候怎么下决定呢 那假如是癌症跟良性的东西 良性东西拿掉就没事了 癌症的话可是要打坐 那我他的主治医师呢 就就说那我们要输把 他就说那我们把关起来 等正式报告我们再说吧 我说不行 我说你把关起来之后 因为我知道一旦关起来 要再打开 那绝对打不干净 因为你的margin 就是边缘都看不清楚 你会粘会粘粘吗 我说不行 我说 所以这个大家要这个尝试 随便关起来第二次再开 不是绝对不是好事 会越来越糟 绝对不干净 所以他说不行啊 这种大手术连肝啊 大肠都要切的怎么可以 我说 我知道我爸是什么样的人 他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 因为我们从小 我们那时候 我比较老 我们那时候都说保密房碟 宁可凑杀 你没有比较老 你应该跟我差不多 没有没有 宁可凑杀一万不能放过一个 对那时候讲这个 我说像这种嚼氏癌的话 我宁可凑杀一万 我被人都放过一个 我说你把他全部拿掉 不然的话呢 我说我假如赌输了 我爸顶多白挨一刀啊 但我假如说没有这样赌的时候 万一是真的是不好的 那是要了他一条命 我说这种赌局 那他会变成无法治疗 那赌局一定输的 我说这种毒 那时候把胆拿出来的没有 因为你说写的说是放了太久坏掉的世家 真的 而且比平常大很多 很多 凹凸不平的表面黑黑烂烂的 那里面是白白的 又有一点点的黑 你说像不像世家 非常像 你看了那么多 也跟你看的胆囊都不一样 对不对 对 所以后来 就是 也有人告诉你说 胆囊坏死也会长这样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趣的是 我 你可以从这个故事 可以知道内外科医生的不同 是 我找了 先找我们内科的主任来看 他说 没关系 先打抗生素 80%会好 结果没好 没有不是 那外科医生来看 我同时也找外科医生来看 外科医生说 这个要开刀 因为20%会复发 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据他们讲的是一样 但是处理的方法就是不同 我们所谓mentality 就是这样 可是你现在是把胆拿出来的 然后还要去切片 还要去等那个切片的检查结果 然后肚子是打开的 对 是这样 所以 所以后来 本来是用内视镜开 后来就不行 因为黏住了 所以把肚子划一刀 划一刀 划一刀以后又说 后来确定是癌症要全开的时候呢 又不够了 又变成一个M型的 本来是M的一个角 变成多了一个 三个 本来是E啦 后来变成一个M 那整个肚子就翻开的 好大一个 他就等在那里喔 对 可是也没办法 因为我坚持说一定要这样做 结果后来等很久很久 我发现是一个很罕见的零状上皮癌 对 也就是你说台湾只有六个的那个 对很少 好所以还好这次没有把它封起来 对真的 而且后来 后来我们切片结果 只差0.1公分就不能切了 只差0.1 就跟总端管就已经黏住 就没办法切了 是 所以还好那个时候赶快做处理就对了 对 好 那个 后来你爸爸有感谢你说 还好你帮我 那个时候 呃 大力的主张 直接把我开下去吗 嗯 没有我爸怎么会感谢我了 他就一定会这样做的啊 所以他 他每次谈他自己事情 就好像在谈一个病人的事情 跟他没关系 嗯 有一个儿子是医生也很好啦 如果你不是的话 恐怕没办法救他 因为他那时候是被被麻醉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谁都不敢做这个决定了 说实在 是 好 其实有关于这个耳鼻喉口腔 所有的外科 根本就是在一起的 嗯 我们目前得口腔癌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啊 我希望会越来越少啊 真的很多啊 我希望会越来越少 就是大部分就是抽烟吃病啊 喝酒 这些人三个都有的 大概是一般人的139倍 是 我最近就遇到两个朋友都这样 叫他不要吃檳榔 好 好 得到了口腔癌之后 去开刀之后 还真的戒了 不然都不会戒喔 我跟你讲 戒了以后 看他可以撑多久 到最后通通又再来 連檳榔都这样 因为呢 他周遭的朋友会 沒關係 再请他 可是他已经口腔癌了 对 就是有这么多的朋友是这样 很糟糕 可是最后会蔓延到 最惨会到什么地步 口腔癌啊 口腔癌 因为他很在外面 大部分都会烂到 烂出来到外面 我后来遇到一位 他就是不能讲话了啊 不能讲话 而且外观 没办法见人 而且臭啊 会烂啊 是 会流水啊 可是竟然大家为了 要吃檳榔 加抽烟 喝酒 三个加起来 要付这么高的代价 是 所以你遇到的就是 大部分 都说不听就对了 对 很多人说不听 好 那这本书呢 他如果说不听 你就拿这本书去给他看 有温度的手术刀 那里面的故事 其实还蛮幽默的 那陈光超医师 他会变成百大名医 也是了不起 你看 因为至少 现在我会觉得 当外科医师 除了技术好 情商也要高 要会沟通 我觉得 沟通是要基于 同理心来沟通 我觉得 同理心很重要 就是你要站在 病人的身上 或者他家里面 想这个事情 那他病人 比较愿意告诉你 他的事情 那也请注意 身为加速 不要催啦 问题不是要找 赶快把它开掉 而是要开得 比较仔细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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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